国际议题中美角力战 每天都在上演今天的最新进度又是如何呢 我们把时间带给真容 美中角力战其实各方面都可以战 不过现在最重要的议题当然是要解决当前的疫情了 大陆美国都忙着研发疫苗 那么香港政府从今天开始将为香港的民众施打大陆制的科兴疫苗 其实包括了像是机组人员这些前线工作的人 或者是60岁以上的长者们 都可以优先试打 好 其实现在就有年长者说 对于这个大陆制的疫苗相当的有信心 还说这么多人都在打 如果自己因为打了疫苗而不幸死亡的话 那可能就是自己命中注定 其实先前的香港特首林郑月娥 她也带头来打科兴的新冠疫苗 就是要给民众注入强心针 不过现在北京当局为了强化防疫 开始要从肛门来裁剪进行核酸测试 也就是说对于入境人士进行比较严格的测试 像是会在肛门这边试子来检测 也就是用棉花棒从肛门来采样 希望可以得出比较准确的检测结果 现在外国旅客不能幸免 不过传出说有外交人士呢 也被强制要脱裤子来筛检吗 但是大陆外交部来澄清 说从来没有要求过美国的外交人员 来进行所谓的钢筛 我们来听一下大陆外交部怎么说 据我所知 我向我们的同事进行了核实 中方从未要求美国驻华外交人员 进行钢势子检测 大陆呢是强调说 美国驻大陆的外交人员 都没有被进行所谓的钢筛 而美国呢也已经指示了 说自己的外交官可以拒绝接受这项的检测 但我们来看到了美中两大强权比较力 好 其实呢除了刚刚提到的 这个疫情疫苗啦军事之外呢 现在战场居然还延伸到这个议题 到底要不要参加冬季奥运呢 好 冬季奥运是明年2022年 即将在北京举办 现在美国众议院的外交委员会 他们在25号就通过由民主党的主席米克斯 他上个礼拜提出了两项的决议案 其中呢就是谴责北京还有港府 持续侵犯香港人民自由跟权利 还重申了民主跟人权法制 是美国外交很重要的一环 而对此呢外委会还通过了这个法案 要求国务卿在北京的2022年的 冬奥举行之前 要确保所有美国的参赛选手 了解主办方的人权问题 他们怕的就是呢 这个中国大陆靠着冬奥进行大外宣的漂白形象 好 众院的国安委员会 这也是共和党的首席议员卡特科呢 也以前朝总统这个川普来认定 川普呢曾经认定说大陆的政府 是对新疆还有维吾尔族的穆斯林 进行种族灭绝 好 他说呢现在也要敦促总统拜登 要抵制2022年的北京冬奥 或者是说呢拜登可以要求其他国家来主办 但是美国到底有没有权力管这么大 其实他们呢现在也还在演绎 因为呢关于这个冬奥到底要不要呢 给其他国家主办 现在呢要不要抵制等相关问题 白宫的新闻秘书勃沙奇也说了 白宫现在还没有就美国到底要不要参加 或者是要抵制北京冬奥做出最终决定 不过再来看到了欧洲现在居然也 有带起了这种反中的风潮 这是欧洲第一国荷兰国会呢 20号他是通过了一项不具约束力的动议 要谴责中国大陆处理境内的 像是一些少数少数民族 穆斯林还有维吾尔族人 他们的方式呢谴责说 像是有种族灭绝的疑虑哦 但其实美国跟加拿大国会之前都有通过 类似的法案 但荷兰呢这次我们特别拉出来说 就是因为他是欧洲的第一个国家 但现在呢当然是引发陆方的不满了 大陆驻荷兰的大使馆也说了 这是大选前的恶意炒作 炒作这种涉新疆的问题 也企图是蓄意在抹黑干涉内政 那么现在大陆的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也抨击这些国家 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在关心 新疆民众的扶植 而是以人权为借口来干涉大陆内政 也说呢这些国家 其实他们过去有屠杀原住民历史啊 还有现在还在发酵的种族歧视的议题 应该要自己先解决吧 还说这种种族灭绝的这个大帽子 还是留给他们自己来戴吧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美中角力重点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